来到海边 看到大海 是的 水天一线 你的心情 你的状态就已经不一样了 在我们前三岛这么环境优美的地方来进行海钓 对吧 心情肯定特别的舒畅 那咱们前三岛一般是有哪些鱼比较多呢 前三岛如果是小鱼来说 从小鱼来说的话 就是我刚刚跟您说的六线和十九宫会比较多一些 然后大的鱼群 就是比如说鲁鱼 马骁 然后黄尖 这种大型的鱼种也会比较多 不管哪一种 我反正都没见过 今天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 来吧 我们跟着汤老师一起来体验一下 我们车牛山岛的海钓 海钓因为它会有溜水 有溜水的同时呢你是需要用一个重量去把那个耳带到我们的海底下 然后我们今天钓的这个钓组呢也是专门针对于海底的鱼 哦 因为我们的海鱼呢基本上都是那种猎食性的 就是会它会进攻这个进攻这个耳鱼 所以呢 就是说你在钓它的时候可以 幼鱼就是轻轻的 哦 轻轻挑一下干 假设它去去挑一下 哦 这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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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这个好像很大 哦 哎 钓 钓了钓了 感觉这个应该很大啊 这条鱼挺大挺大 哦 钓的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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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哦 有了 哦 钓的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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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 我们已经上钓了一个 哦 钓的鱼 这个就是 钓的鱼 这是什么鱼 石九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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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在南方来说这个鱼呢可能价格也会比较高 哦 哇 来给各位展示一下 看 还活着呢 呼